第十八屆第六四定期會議中 縣議員賴恩學指出 縣內道路凹凸不平 質疑縣府如何推廣觀光 建議員羅美玲則對歐巴克亂停的現象 希望相關單位能盡速改善 我們林永宏議員 他也曾經開過一個記者會 我們非常贊同說 大家旅遊能夠用這個自行車 因為我們在路上 在街道上還是有看到 這些歐巴亂停的狀況 甚至我的服務處前面都是 有說偶爾還會有兩三步在那邊 許初霞議員 見請觀光處 對於西投觀光路線塞車 及停車場不足的問題 提出解決方案 關於我們西投地區塞車的一個問題 那個觀光處長 你聽聽就好不用回答 我就說大家真的要重視 你們要重視到這個問題 不要雙手一攤 踏車因為我們在踏車 踏車應該說10年了 要去踏 停車位的一個不足 所以希望說我們的觀光處這邊 是不是可以跟台大那邊 真的是要落實說 到底沒有做好溝通 我們停車場真的是非常的需要 非常的迫切 南投為觀光大線 而道路卻不平整 歐巴克亂停層出不窮 而西投觀光路線塞車問題 及停車場不足 希望相關單位 能夠緊急提出方案改善 記者陳建豪 李永勝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